刚才跟大家讲了两种情况下的数据链路层 那么点到点 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用的是PVP协议 那么在这个广博信道的数据链路层 它使用的是CSMACD 这个叫做在冲突检测的 赛博真情多路访问 这种协议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以太网 我们先看看以太网的标准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太网的拓谱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太网的信道利用率 还有MAC层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以太网的标准 这个以太网是世界上第一个局域网的标准 是DIX Ethernet V2 是第一个局域网的标准 那么IEE这个组织 它呢 它定义了一个802.3标准 以太网有两个标准 不过呢 这两个标准差别很小 所以说 大家呢 也可以认为802.3局域网 也可以认为是以太网 严格的来说 以太网就是指的这个标准的 满足这个标准的 就是局域网标准 不过在这里边 大家来理解这个以太网的话 只要满足 载波真青多路访问 都算是以太网啊 只要满足在冲突检测的载波真青多路访问技术 我们都认为它是以太网 CSMACD的 这种机制的 我们都认为它是以太网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以太网 与数据链路层的两个死层 大家可以看到啊 为了使数据链路层能够更好的 适用多种局域网标准 啊 802委员会将局域网的数据链路层呢 分成了两个死层啊 呃 下面呢 是媒体接入控制这一层 叫MAC死层 上面呢 是逻辑链路控制死层 不过呢 现在啊 很多厂商生产的这个网卡 它仅有MAC协议 而没有上面这个逻辑链路控制协议 啊 所以说现在呢 数据链路层呢 大家就可以认为 就有一个媒体接入控制这一层就行了 那么以太网提供服务 我们看一下 以太网啊 提供的是不可靠的交付 即最 即最大努力的交付 啊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集纤器 然后我这时候我们的计算机 接到了这个集纤器上 他们使用这个散播真心 多个防御的技术来传 在传的过程中啊 如果 有错误 他将会拒绝接受这个数据针 就丢掉啊 就丢掉了 那么 纠错是有来 是有谁来决定的呢 纠错是有传输层啊 传输层来来来来 来纠错啊 比方说我这个计算机发数据包 这个包从这扔过来啊 丢了 丢了我这个 我这个接受 刚才发现丢了一个包 让他再重传 啊 让他重传 那么对于我这个数据量的层来说 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重传的包 还重传的数据 还是第一次传 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这完全是有应用层啊 是有传输层来 来实现的这个纠错啊 这个以太网 他只提供这个无差错接收啊 不提供纠错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以太网的这个拓扑 这个以太网呢 最初是使用这个粗同轴电缆啊 后来呢 使用细的通轴电缆 最后呢 使用了极线器这样的设备 来实现 这个以太网的组件啊 这个呢 是双脚线 这个双脚线有八根线啊 四对 两个两个拧到一块 这个使用RJ45的水晶头啊 来连接 这个设备呢 叫做极线器这个设备啊 这是一个现在的以太网 是一个星星结构了 大家可以看到 用极线器连的以太网 就是一个星星结构 这些距离啊 我们看一下 不超过100米 这个100米 啊 这是100米 这个极线器呢 起到了信号放大的作用 那么极线器连接极线器 然后呢 再连接众多的计算机 这样的话呢 这个以太网呢 就可以100米100米 还有又到100米 啊 可以扩展的远一些 那么我们看一下 极线器里边的这个特点啊 极线器里边的这个结构 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台计算机 两根线发数据 两根线收数据 大家看一下啊 极线器里边啊 这些组件是这样的 这个发数据的 这个线 会通到所有的这些计算机上的 收数据的这个线上 大家看 这个计算机发数据的这个线啊 两根线会通到所有的其他计算机 收数据的这个线上来 包括这台计算机发的这个线 会是到其他计算机上的收的 这两个线上来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就是极线器内部的结构 很简单 就是一堆线 当然口越多啊 这里边的线越多 这里边呢 画了三个阶段级啊 给大家来示意了一下 这个极线器 它的内部的这个结构 极线器呢 它工作在物理层啊 它和网线一样 没有任何智商的转发数据啊 转发这个电信号 它看不懂这个数据的任何内容 只是负责传递电信号 有电没电 有电没电 所以说它是工作在物理层的傻瓜设备 并且呢 用极线器连的网带宽 是共享的 比方说10兆的哈佛 那么所有的记载 你共用这10兆 并且呢 还不安全啊 因为我给它发个数据 它也能收到 它装上一个流氓软件 抓包工具 也能捕获这些数据包 啊 这叫隔墙有耳 啊 说话的 他们俩说的悄悄话 它也能收到 国际互联网组织呢 给这个 用极线器连的这个 以太网呢 定义了一个标准 它就是10倍子T 这个10代表是10兆的带宽 贝斯呢 代表里边传的信号呢 是基带信号 也就是数字信号 然后T呢 代表是用双脚线 来连网的 这个距离呢 一般不超过100米啊 计算移到极线器的距离 不超过100米 10倍子T呢 可以说是以太网的 一个标准啊 也是局域网发展的 一个里程碑 还有其他的一些标准 比方说100倍子Fx 这叫代表百兆的 以太网 传的是基带信号 Fx呢 是代表光纤啊 这是给大家讲的 这个以太网标准 10倍子T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信道利用率 我们看一下信道利用率 什么叫做信道利用率呢 我们看一下啊 以太网的信道 被占用的情况 是这样的啊 征用其长度 为两倍的T 两倍的往返时间 检测到没有出处之后 就开始发数据 发数据用多长时间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针的长度是L比特 然后呢 每秒钟发送 这么多比特 发送时间是多少呢 是L 比发送速率 这是这个发送时间 这个发送时间为T0 这是给大家说了 这几个概念 我们看一下 平均发一帧 所需要的时间是多少呢 我们看 前边一堆 假如说这么多碰撞 这么多冲突 然后呢 这没有冲突 开始发送 发送了这么长时间 好 到这一帧 完全发送完 传到对方 又用了一个T这样的时间 好 那么 信道律用率 它是指的 发送数据的时间 占整个时间的比值 啊 这就是信道律用率 我们看一下 这个关系 啊 信道律用率 信道律用率中 有一个参数A啊 这个呢 大家看 发送数据的时间 和这个 和这个T 啊 数据单倍的传输时间 这个叫做A 这个 大家看 这个值越小 说明这个时间越小 说明这个传输时间 就很短 这就意味着 一有冲突 立刻就检测出来了 啊 一有冲突 立刻就检测出来 啊 如果趋于零的话 说明有冲突就检测出来了 A越大呢 代表这个 这个时间越长 这个时间越长 这说明 这个征用期啊 所占的这个比例就增加了 就是说 每发生 每发送 每发生一次碰撞的 就要浪费 比较多的时间啊 这就使得信道律用率的 明显降低了 所以说这个指标 代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意义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要想让这个信道律用率 比较 比较高的话 那就应该 这样来算 大家看一下啊 信道律用率的啊 以太网的信道律用率最大值 啊 最大值 大家看 对以太网的要求 当数据率一定是 也就是网速一定是 以太网连线的长度受到限制了 啊 要不的话 这个这个 超时间就太大 再一个呢 以太网的针不能太短 如果太短的话 这个时间就会比较小 这个值就会太大了 啊 所以说信道律用率的最大值 它是这样的啊 大家看 信道律用率的最大值 它是在理想情况下 是指的没有冲突 啊 啊 没有冲突的情况下 这显然不是 实际上是不存在那种情况 但是呢 它想跟你推倒一个理想的一个最大值 我们看一下 没有冲突的话 它发数据啊 这个总的时间和传数据的时间 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就知道 这个图给大家说了 有冲突的情况下 信道律用率 他说没有冲突 没有这个 光是这个的话 他的信道律用率是多少呢 也就是说 网络中的 网络中的这些计算机和极限器连着 啊 他发完数据了 真好 他也开始发 他发完了 开始真好 他也开始发 啊 这个网就没有闲着的时间 并且呢 还没有冲突时间 啊 没有冲突时间 没闲着时间 啊 也就是说 除了发送 就是发送 啊 除了发送 就是发送 那么 这个信道律用率是最最大的 啊 没有冲突 啊 没有等待 没有冲突 还这个 这个 这个 集算器还没有闲着 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信道律用率 它的理论值是 我们看一下 它的理论值是 这个值 发送数据的时间 加上发送时间的时间 和传输数据的时间 啊 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都除以T0啊 就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啊 发送一帧占用的时间 这可以推道出 以太网 它的信道律用率的最大值 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 这个公式就行了 它的指导意义 但是这个呢 永远也达不到